再過幾天 就是古寧頭戰役 70 週年 首先 我要以中華民國總統 三軍統賽的身分 代表國人向在這場戰役中犧牲的先烈 以及現場的英雄前輩 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感謝各位的奉獻 回顧古寧頭戰役 所有駐守的國軍官兵 以及金門鄉親們的環節一心 遇選奮戰 贏得這場關鍵的戰役 令來犯的共軍看到我們適時捍衛國家的決心 如果沒有各位當時束手金門 就沒有今天臺灣的民主以及自由和繁榮 古寧頭戰役也提醒我們 和平從來就不是靠妥協退讓 更不是卑躬屈膝 而是要靠最堅實的國防 以及團結的意志 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我們守護主權的決心 從我上任以來就秉持這樣的目標 積極推動國防制度 雖然這一路走來 我們面對許多的挑戰 但我們都一一克服 經過這三年多來的努力 不論是國機國造 國艦國造 都有許多成果正在展現 我們建立了國軍長久留用的制度 讓國軍弟兄姊妹沒有後補之憂 我們推動各莊的泰寬 讓單兵的戰力更強更安全 這些努力 我僅要讓國人看見 我們是一隻能夠守護國家的鋼鐵禁魚 也讓國軍弟兄姊妹知道 各位捍衛國家 我和所有的國人 都會是國軍最強的後盾 過去先列前輩所堅持的信念 也是我所堅持的目標 那就是國土主權 寸步不讓 民主自由 堅守不退 不論前方有任何的選阻 我們一定會團結國人 克服所有的難關 最後 我要再次向各位前輩致敬 感謝大家為國家所做的一切 我們必定迎濟再醒 希望在場所有的前輩 先進都能夠繼續支持我們的國軍 我們有信心 國家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 我們也一定會更加壯大 中華民國加油 臺灣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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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uain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喜歡 請 收事